大家好,这里是Chinix,为大家带来艾斯卡安宁明星的游戏视频 上一期呢,我记得应该也是做了一个exop,一个任务 然后记得好像获得的新情报应该是敌人基地不在中国吧 记得前面这个不在北美,跟是在一个你在文明武功可以玩的国家的这两个情报是 我比较有印象,可能一个新的情报是不在中国,但是我又不确定 感觉上上一期好像是没有获得新情报的样子,不过不作为了 总之是进行了敌人的一个突袭,也是在英国,起码恐慌降的力量 这个我还是起码是有点收获了 另外呢,我们也是又定价了两个拦截机,也是为了覆盖急镜要发射的 应该是急镜要运行在南美上空的两个卫星 这样可能有人是提啊,当然我是尤其是视频还没有发射手带亲过 呃,有人可能会说是,你为什么不把,不把给你们这个奖机先拿到 然后再去发射手带亲,就是再去,再去订栏栏机,这样可以省 好像是可以省40块钱的样子 呃,我觉得呢是,还是保险起见,反正现在我要是发上去的话 其他国家短期是没法发了,我也是不太清楚 所以说,万一现在,可以看英国的恐慌还算是不适合你的,就是比较高啊 我实际上现在是刚速到21号,我们即将到来的是有恐慌机任用 假如说,真正出了点什么意外的话 比如说,英国恐慌突然升满了,我可能还是在发一个卫星亚亚亚亚 假如说到月底没有,没有任何特殊突发情况的话 我再发加拿大这个卫星 因为现在,我觉得订,订栏栏机这个钱不是非常贵啊 好像只是40块钱一价 所以看只是40块钱 主要我觉得贵的是这个维护费用 因为我们现在总,栏栏机的总价价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准备是,呃,北美这个奖励 或是准备拿到这个月底,月底再去拿 这样也是先说了一下上次的情况 另外呢,诶,士兵名字 我也是先跟这位观众吧,我说一下抱歉吧 之前他给我留言,留言说呢 说是,诶,也是明确提出了说他想戴一个头盔 结果上一期,呃,上,上星期 上星期我录视频的时候是为了感性度 就是完全也忘记了 这样看一下有没有比较,比较帅气点头盔 嗯,这好像头盔没了,现在就是帽子了 这样,看这个还可以啊 这个好像是有点像蜘蛛侠一样 诶,你喜不喜欢 这样是给他戴上头盔 这是,我是,确实不好意思啊,别忘记了 这样应该是没有什么事了 我们是上个,诶,上期结尾是获得了一个保 现在我们可以看是恐慌也是比较高啊 而不是恐慌比较高,是他的任务难度比较高 这样我们是先去尝试一下 这样呢,还是按照老样子 全部把我们士兵的,诶,就退出来 因为现在我也是提过是想去,诶,想去进行,诶,新兵 那一下就是大家的等级 我们说新兵吧,就是等级比较低的时间 比如说我们,我们现在是有两个SOT 我觉得先这个SOT还没有,就是炮吧,炮龟 他现在还没有升满,没有升满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升满,爆好像也没有升满啊 哎,Bob跟John,这样还剩下可以带两个大号是不是 你看一下,有了SOT,Highway跟Support 这样,估计就是带鸡手了 鸡手还是接着在虚拟网络,也是很喜欢 然后,基米应该是可以有英格中的鸡手,对吧 其他的人呢,估计好像是 我们带一下Gino吧,这样整体是平衡下我们狱手 哎,这样还是先从狱手开始装备 骷髅指甲,手枪,然后瞄准剑 基米,基米的话,别带一个外星手雷吧 毕竟,他可能是会跑得离人比较近啊 趁要说出现一些突发情况的话 可能拿手雷能稍微做点命量 Gino还是照样,装备一下 目前来讲呢,我是没有其他更好的 就是第二个装,呃,这个物品啊 不太庆祝给狙击手可以给什么 所以说,我觉得暂时你先还是拿手雷吧 有些情况下,觉得离得太近的话 可能一个手雷会更更能用一些 给我们的张 张还是给他穿骷髅甲,毕竟可以增加移动力 然后呢,带一下瞄准镜 其他东西,我觉得还是带一个普通的手雷吧 毕竟爆炸物的话,还是多带一点可以摧毁别人的掩体 哎,好像有点错误啊 又是带法,还是一直忘记 我们这回是任务是带了两个海里 这样的话,把这个攻击力高一点的狙击枪 啊,重击枪给我们的爆炸物 毕竟他有冰索技能 给他扫子 还是带骷髅甲 这样由于是外星人任务 我们给他带一个阿斯尔尔了 准备进行一下绑架 我们的support呢 主要还是进行一下免护任务 给他带一个闪光手雷 这样觉得差不多了 但是呢,突然发现好像我们的闪光手雷不太够啊 这样可能是 我们看一下 Heavy 张好像是每秒只有一个火焰宝 这样我们再换一下 把我们爆 他由于是有两个火焰宝 所以他把你的这个手雷 换成了闪光的 您是尝试到时候绑架的时候 可以进行一下支援什么的 这样觉得应该是整个全员配置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开始这样吧 好像我们的JoJo是突然是相遇了 之前是好像是受伤住院 这张地图呢 我们可以看 虽然是一个比较狭长的地图吧 但是它是一个 不能说梯子 总是一个拐弯 类似于一个 这个 总是数字器的样子 这样这张地图说实话是 尤其是距离比较长 所以带狙击手的话 还是像Sino这种高赛狙击手 还是比较比较有利的 基本上呢 初期 我是给大家提点提外话吧 之前我说过说是 有时候会玩 之前走的这段时间是在玩Long War 在Long War中是可以看这个卡车 由于这个卡车是全员体 所以说是没有视野的 就是说全员体是不会获得后面 就是不会获得全员体后面的视野 所以说这边目前我们是没有视野 我玩Long War中有一次就是 死人是怎么死 就是我们是不是里面冲上去了 已经冲到很靠前了 结果从这边是刷出了一组 刷出了一组floater吧 当时也真是非常的要命啊 不过在普通 我们在原版中 应该是不会遇见这种情况 这样我们只要放心往前冲就行了 有一只恐怖任务 一只敌人发现有 是亏塞里的 这样呢 不太好 最远处这个亏塞里的神赤也丢掉了 我们先看Shino Shino 我觉得可以打到这边 远处这个亏塞里的话 这边这个亏塞里应该也能打到 我们现在也是尝试一下可不可以把我们的 诶怎么说呢 可不可以让我们的就是 平民啊 少死一点 这样稍微往前跑一跑 可能是我们这一名 这应该是我们support吧 可能会比较危险 但是我让他去把这一面最远处的 亏塞里的水探出来 从上Shino尝试击杀这个亏塞里 应该是他没有错啊 会尝试直接击过暴头技能吗 应是假如能杀死的话 最好一枪打死 就打死了 这样double tap 应该是可以再打 再打远处这个吧 看这运气怎么样 运气好的话是可以打死 运气好像是不 应该是完全打不死啊 好像他是有八级血那样 诶 这样由于是没有打死 我们看一下最远处的张 张铃应该是可以跑到前面 对这个科技力进行一下尝试击杀 我们先跑到看看怎么样了 貌似命中里只有78那样 有其他人呢 Bob应该是可以打两下 但是我觉得 我们把这个留给我们的Grid 看一下这个攻击力啊 100% double tap87% 是7 这样我觉得要是机会乱的杠 跑到跟前的话 double tap应该能把这个科技力干掉 机密呢 可以进行足够 而且我觉得机密 跑到这里来的话 可不可以尝试 收费人同 百分之百 不错 而且欺负了这个 combat rush 这样就不错了 嗯 这样我们看一下 有百分之百分之机会 即使刺激活暴头的话 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万 独立 习惹good 如果是打 你就能搜尼 不要打 这样 好像Bob由于是combat rush也是跑不太远 这样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我们的第一回合吧 第一回合我觉得直接让我们的 直接原地 可以看好像是由于Carmid Rush技能是增加了逆斗率 我们直接用Ravisar两枪 尝试一下击杀 不错打死了 这样应该是就比较不错了 机密的话正好可以再移动一下 跑到一个比较靠前的地方 其他人我们Bob可以也是跑到一个 说实话不太想再往前跑 毕竟我们的部队已经是行动过了 这样你跑的时候跑一下吧 这样的话好像也是没有开火过 直接进行Ravisar 这样起码第一回合是 这个在远处的人是平民死掉 这我就是没有任何办法了 这是什么情况 好吧 这样有点问题啊 可以看由于这辆车好像是刚才我进行射击 应该是给打着了吧 这样这辆车可能下回头也会爆炸 你需要把这个瓶瓶救一下 然后看一下我们基米 基米好像是很遗憾跑不过去啊 这样还是让support support往前冲一下 已经在部队后方的平民 我觉得先不用救了 直接往前冲 看一下能不能获得更多敌人视野 运气不错啊 是目前来讲是没有视野 我让他往前冲的转 原因是我想让我们的bob 或者是张吧 张看样子好像冲过去啊 想让bob把人救一下 举完之后呢 由于是这辆车匣会爆炸 所以说他也不能留在这里 我想让他跑的地方呢 去上边 这个上面 由于是我们的前面有一个 我们support已经冲上了 所以说我觉得你要是往他 让他跑到这上面 应该是不会出发心的地方 我玩了这么多气啊 真的是没有在这个上面 一层的地方啊 所以说这个上面 相对来说算是比较安全 这样 我们把张去救一下这边的地理 这样我估计呢 可能敌人是会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肯定有敌人 因为是有刚才是死了两个人嘛 这样剩下的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谁 Pulse 上下子弹吧 剩下的还剩Shino Shino我觉得子弹还算是比较多 这看一下能不能勾上去 先勾上去啊 这样是让你往前跑 我跑的一个比较靠前的位置 这样再尝试勾上去 这样勾上去就行了 可以看我们要是不勾的话 是跑不上去 勾上去的话可以跑的 是相对是变相的 节省了一些行动回合 比如说是结省行动回合 就是稍微的变相的 多跑了几步 我们的Cargo在前面 还是直径Overwatch 因为现在前面还是空军分战 没有什么支援 机灵 机灵我就不让他上去 因为毕竟 这是什么情况 哎 我什么都没有动啊 为什么我的视野在 哇 为什么我的镜头在一直往 往右移 哎 不好 这是什么情况 天呐 天呐 这 哎 好像又回来了 天呐 刚才好像又出现了一个小bug 这样几秒前移动一下 然后两个Buzzle Scanner 我觉得你可以先扔一个 因为毕竟我觉得大概这个位置是肯定有敌人的 先扔一个呢 起码下回后我们可以尝试有机会去对军心上偷袭 发现是两个Crisley Crisley的话就不能有 威胁不过很大 毕竟 怎么说呢 是他算是一个 Arobo单位 好像是两组Crisley的 这个Crisley抢我了 迷过来了 这样会不会 好像是 是看到我们的 这样 这个Crisley应该还有Oror是吧 我记得我们的Bob吧 还有一个还是John的技能 就是John的Oror 看一下 他就打死了 这样这个Crisley的 我看一下Crisley会不会能 这个车爆炸了 这个还好是没有什么 Crisley还好可以打到啊 看一下Crisley 而且现在他的WT技能也去激活了 这样是虚拟的不动 直接是藏两个击杀 有两个兽机 应该是能直接击杀掉 这样起码这组Crisley的Crisley 他是跑牌的话 肯定会去找我们之间的麻烦 这样正好是消灭掉 这样不太清楚 这个任务中还有多少敌人啊 这边的话 我不太清楚有没有人 但是我们看一下 张好是可以往前跑啊 张好跑的这边来救一个人 然后我们的support 我是比较担心啊 这辆卡车可以看 他是一个权力 所以说这个后面 假如有敌人的话 我们目前是看不到的 我觉得呢 我们先还是 这个地方好像是救不了这个平民 大家可以看 我的行动 就是行动路线 有一个小的点 大家不知道 大家可能看见 把Crisley拉进去 有个点 这个点好像是在这个平民的 这个 就是好像是营救的一个圈的外围啊 这个点我都说不太好了 好像也在外围 所以说我觉得 貌似跑到这里的话 也是救不了这个平民 这样的话 只能是 就这个人是跑自己的 当然也可以往前跑 但是我是不太想 先去救一个人 因为假如说 再刷出一株远程的敌人的话 等于这个远程的敌人 就可能是利用远程把这个 肯定消灭掉 这样救一下 这个人呢 我觉得可以不用做 因为是 现在是在我们队队的后方 这样前边两个人 应该是没有什么事儿啊 我们的在最上面的BOB 稍微往前走一下吧 目前来讲是没有什么事儿啊 这样让你下来 下来的话 我说这个平民 依然是没有必要救啊 就让你下来吧 其他人来看一下 我们的Ginny 先动我们的Soul 之前 由于是这边 也是照出了一组敌人啊 这样的话 觉得直接让Soul 直接让Soul 撑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主要是 他是在一个全体的最中间 不会往外探头 所以说 假如说这里有敌人的话 也是 是没有视野的 虽然是比较安全吧 我这样还剩下Ginny Ginny 貌似 原体什么的不太好啊 这样我觉得直接让Ginny往前稍微冲一点吧 直接让你没有握着地下 因为现在我们去前方有两个 来张一个 然后我们的卡狗 有两个握手就够了 这就让Ginny稍微去往前来跑一下 这边的 这样 像Coslo 哇 这个是瞬移了吗 一共有五只 这是 还是我们两个的 Overwatch都miss了啊 这样看一下Coslo 他们的行动轨迹 貌似不太好啊 很分散 刚才这个不太明白 突然好像是瞬移 给我感觉好像是瞬移出来了 三只啊 哎 这样的比较麻烦 今天还有一只 什么我看着 这样呢 我们看一下 这边 是不是没有的 这边有平均吗 好像没有平均呢 这样觉得可以先 机灭 规计你可能 你发挥作用的时刻 好像到了 嗯 好像是有个平均的样子 为什么是 可能这边有平均啊 我的火箭炮好像 哎 这个为什么还是 是没有办法 我估计这一个刷子的火箭炮 好像会直接 甚至会直接就把这个 估计就直接炸死了 就手带轻弱 先打一打吧 哎 为了大局考虑 平民就先牺牲一下 这也什么办 直接miss了 还是 也是比较意外啊 看一下 这个人是没有死掉啊 这个crisery 这样张 张的话 好像是可以打到啊 但是这边呢 是我有我们的一个sought 这样呢sought先往上冲一下 主要是想 哎 这边我自己有一个crisley的吗 嗯 好奇怪啊 先看一下命中吧 我们看一下最远处的一个crisley 90%的几率啊 这样这边有一个圆铁 假如说 哎 好像正好 我说呢 这个怎么是看不到了 好像他是90%几率 他跑到这里应该是 这个没有人啊 哇这边好多的平均 这边好多的平均 75% 75% miss的话是85% 这个crisley的确实确实是有点麻烦 他等于是跑出了我们的 完全是跑出事业范围 这样看一下 cargo应该也是打不到啊 这样先让我们张 先让我们张去把这边的crisley 先去把他们的身份值削弱 这样先看一下机密机密的 这是机密吧 这应该是机密啊 呃 他应该动力能收人头 然后先是修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呢 稍微等一等 我们先上边的shino shino现在由于是刚刚上局 刚是用过wtip 所以现在是在cd中 这样的话 他直接是尝试对这个crisley呢 我觉得是 只爆头吧 尝试直接打死啊 最好情况是打死 打死之后呢 我们前面的grid 可以是直接把 好好打死了 可以直接是把我们的火力目标呢 转移到这边这个crisley身上 使用wtip 运计好的话是绝对打死的 为什么直接给我显示两个miss 好像是打死的 呃 命中的一下啊 这样你应该是死掉了 诶 哇 好像只有十个点啊 这个任务算是比较短暂 刚才我也是一瞬间啊 是 诶 心里已经 我们的grid等于是要soul进行wtip的时候 第一枪是直接显示两个miss 我也是不太清楚 是 我以为第二个miss 就是第二机也miss掉了 也不过还好是打碰嘛 cargo也是也威胁获得了 刚好是杀了一个crisley啊 还升级了 呃 还是走一个防御路线吧 一个dance smoke 可以增加 我们扔烟雾手的的时候 可以再加了这达手 基本上在权力下估计也40加40 是8次的防御 几率上是很难被打中 也获得了 发现这个任务全是crisley的 真是有点有点不太平衡 虽然说恐怖齐任务crisley比较多 我觉得可能是游戏初期吧 现在是dome是6月啊 可能是敌人也算是比较单一可能是 这样应该是没有什么事啊 接着是扫描吧 哇 这个有一点四个来福枪 要四个来福枪可以给我们290块钱 我们一个来福枪要多少钱呢 一个来福枪15块钱要9个A落 然后我们有700多个 就可以造一造啊 咱们看一下尸体 crisley的尸体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啊 随便卖 卖手贵 然后 石itoid的尸体现在游戏其实 有空的 感觉上什么一定的又好 不用这么说 什么 我们先造三把 因为我看好像是我们一共有五把的样子 然后可能是有一个士兵装备了一把 可能我之前是 就是已经造了两把 不再清楚是另外一把是 除了我们的 除了我们的support在用 其他人有没有人在用 不再清楚 不过 总之现在是五把 四把交任我们另外一把 就给support 应该是没问题的 诶 错了 看看应该是没错吧 是不是南非这种 这样是获得了三百块钱的零花钱 看一下这三百块钱我们可以买点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 那我们看一下挖掘吧 挖掘的话 之前也是一直在说是想要造 这个G28 之前是说想要造造 造麦 这样我们看一下 哎 发现好久是没有来我们的这边的这个基地设施了 看一下好像说之前说是要怎么办来的 剪定workshop可以先造一个 CyberNight Lab 可以是把我们的MAC造出来 再造一下现在正好是前落 剩下的呢 Aiden Containment可能造后期要拆 CyberNight Lab 应该是不会拆了 我之前也提过Foundry 由于是造人工不太对啊 他跟workshop 应该还有这个 MAC的实验室应该算是都给了 这应该是改 就是在NVC 有新加的吧 我是等于是忘记了 结果说是造到了一个比较臭的位置 不过这个 目前来讲就是这样吧 可以再造一个实验室啊 这是有必要吗 可能还需要造一些像最大后期的 好像需要什么Golive Chamber 然后还有一个 好像是敌人的一个communication 一个relay 然后总之是两个弓箭 像这边可以再造一个实验室 从而是加快我们的科技运动速度 我觉得不要吗 我觉得先不造了吧 因为我是想留着钱去再造 等于后期再造成一个 一个卫星的一个Nexus 是真是 还是还没有研究出来啊 这个是比较意外 等于我还是要 等于是到后期 是想把这边的卫星值 给造出来 所以说 现在先留着造卫星 到时候把MAC 而且MAC造出来之后 估计还要花一些钱 装备我们的MAC 所以说这个钱 目前来讲还是先留着不用了 应该这样也没有事了 我们就先开始扫描了 被发现绑架任务 结果 巴西 澳大利亚 可以看基本上 尤其是欧洲跟亚洲 亚洲应该海上只称澳大利亚是没有 没有卫星了吧 所以说是出现了绑架 这样看一下这边是给Havy 我们Havy应该是比较够了吧 我可能是去巴西吧 现在科医家给我是感觉上是没有实力弄了 巴西现在是可以看是MAC行还没有发射上去 所以说是又出现绑架了 这样估计可能是去巴西了 看一下好像难度都是巴西还好是非常难 正好我现在也是想打一些比较难的人 为我们士兵的水多升下集什么的 嗯 之前刚说士兵升级 我们先看一下Havy的出名次过 好像有一个Ironville 他写的是 士兵升级的时候会获得一个view的一个加成奖列 我觉得现在直接拿到吧 正好是 我们钱是有点钱啊 正好是我们正好是现在是在升级 升级的时候 估计后续士兵可能会 到我们大后期扫一些超能力士兵的时候 可能会 初级的士兵就像这样子 现在可能是 可能又比较低啊 暂时也差不多了 这样估计我们的事儿也就是差不多了 下一期呢就是去看那个绑架任务 应该是去巴西啊 记得成功到这儿 这期也就是喜欢难能喜欢 这样我们下期见